16点12分了朋友们 3月15号 俄国啊野蛮的入侵乌克兰的第20天了 支持乌克兰啊 斯拉瓦乌克拉尼那是吧 最近啊来自乌克兰还有这么一个情报啊 说俄罗斯计划大规模的砍伐乌克兰的森林 乌克兰的军事情报部门公布了一封 据称是由俄罗斯的国防部的部长叫邵伊古 那个台湾翻译成萧伊古啊 大陆叫邵伊古 他是一个俄罗斯族和图瓦族混血的这么一个人啊 写的一封信 要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允许开始大规模的砍伐乌克兰的森林 木材将被出售 钱将用于俄罗斯军队 所谓的补贴军费可能是啊 说 这个乌克兰情报部门说呀 说临时占领区 作为乌克兰来说就叫沦陷区啊 就是临时被俄罗斯军队占领区的所有的森林都处于最高风险之中 够坏的啊 这俄国人啊 到处都是劫掠 烧杀 烧杀劫掠掠啊 真的可怕啊 真的可怕 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 俄国人拿脚踢 人家老百姓 乌克兰老百姓的院子 农村有个院子 光当一脚给人踢开进人家 然后呢老头老太太从屋里出来 他家里边安了个摄像头在门上 老头老太太跟他们嚷嚷起来 可能骂他们两句 啊 邦邦往天上还放两枪 吓唬人家 是吧 俄国人到哪都抢东西 他们就像一群叫花子 就像一群蝗虫 是吧 当年占领中国东北 把那矿山 矿山里边的设备 工厂里的设备 连铁路的铁轨 都拆到俄国去了 他们打到德国之后 在占领区 基本上是今天的东德那个范围 当时德国不是被四国占领吗 英 美 法 苏 在苏战区 他们刮地皮 刮地三尺 把能拿的 能抢的 能运的 能装的 全弄走 这就是俄国人的特点 对吧 这就是俄国人的特点 都拆到俄国人的特点 是俄国人的特点 是俄国人的特点 不正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